开学后的前一个多月 我们每周五都会外出拍摄 每次老师都会买和team base给我们的事 路上我喜欢欣赏沿途的风景 就像我坐火车和飞机 总喜欢坐在窗边一样 第二次外出我们去的是博顿库利亭 这里的联邦大桥从1993年开始修建 1997年完成 是连接爱德华王子岛和加拿大本土大陆的通道 该桥全长12.9公里 是世界上目前最长的 穿越冰层覆盖水域的桥梁 我的同学还给我做了一些相关的介绍 1997年 Federation Bridge had opened they shut down service to the ferry but as a result i can see right here there's some i guess plaques are over here i guess dedicated for those who actually did work on the ferries 海边的水坑里还发现了石斑鱼 还有很多小海螺 偶尔会看到螃蟹 当天去的第二个地方是Victoria Belle Sea 这里河海交会的地方 近处是水草 远处是草地和民房 风景很美 我们走进了一位老先生的陶瓷工作室 看陶瓷作品充满了这里小镇的气息 还有一些鱼拓作品 那些卡片里的图画是这一代最具代表性的风景 附近码头的礼品店里很多好看的工艺品 也是很值得挑选买回去做纪念的 我还在海边发现了这里有仓儿子 而且比中国大很多 等我发现更多好玩的东西继续分享给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